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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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輕輕減壓保健康 就要先做到什麼呢 先要能夠 把我們的情緒反應 從自動化的反應 做成一個手動的控制 我們要手動控制我們的情緒 我們就要先認識我們的情緒 那今天我們要來談的是 情緒的第二個重要的觀念 那第一個觀念是說 我們的生理激動程度的高低 就是會決定我們情緒的一個強度 那今天要跟各位談的第二個觀念是 你對事情的看法會決定情緒的類別 那我來跟各位講一個故事 馬桶蓋 馬桶蓋的故事 台灣現在的一個經濟狀況相對富裕 雖然有22K的一個問題 但是經濟狀況其實相對於 我小時候是相對富裕的 那你知道我們小時候 男生的頭髮都誰剪 爸爸媽媽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的經濟環境 經濟條件並不好 所以沒有辦法把孩子都送到美容院去剪頭髮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就是媽媽剪了 OK 這邊剪一剪 就這邊太長 那只好這邊再剪一剪 這邊又太長 剪來剪去就剪成一圈 剪成一圈馬桶蓋 OK 所以這小男生呢 媽媽就剪了一個馬桶蓋 她覺得看了也還好吧 好 那隔天馬桶蓋就去上學了 那放學時間呢 這馬桶蓋的媽媽本來在家裡炒菜啊 準備晚餐準備孩子回家吃飯 結果馬桶蓋的姐姐先回來了 而且鐵青了一張臉 你基本就 媽媽 你不要省錢好不好 為什麼把弟弟的頭髮剪成那個樣子 那媽媽想說 怎麼樣發生什麼事情 她說你知道嗎 全校的小朋友都指著弟弟 都在笑他的頭髮 然後看到我就說 那是你弟弟 丟死人了 你讓我的臉都丟光了 以後不要省錢好不好 把這個 就讓弟弟的頭髮 讓人家剪得漂亮一點好不好 不要讓我在學校都很沒有面子 你想想看 這個媽媽聽到女兒怎麼講 心裡覺得 很難過 媽媽很難過 很捨不得 捨不得想說 這個兒子在學校 恐怕是被人家欺負了 被人家取笑 所以呢 菜也吵不下去了 就站在門口等 等等等 想說這個馬桶蓋回來 要好好地安慰她 就等著等著 就看到馬桶蓋 等 等 等 她是一跳一跳就跳回來了 然後媽媽 就很著急 問她說 你今天在學校好不好 所以她一見面就跟馬桶蓋說 對不起啊 對不起啊 媽媽不是故意的 媽媽不是故意讓你在學校被人家取笑 然後馬桶蓋就 張惡金剛摸不著頭 想說 媽媽你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 那 媽媽就說 姐姐說你在學校 大家都看著你笑啊 在笑你啊 那馬桶蓋說 吼媽媽你不知道 我第一次在學校 大家都看著我耶 以前人家都不會注意到我 第一次大家都看到我 而且很開心耶 所以呢 從這個例子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姐姐跟弟弟是經歷同樣的事情 對吧 那你們要當馬桶蓋 還是要當馬桶蓋的姐姐 馬桶蓋 馬桶蓋 在這個 這個情況就是說 其實面對同樣的事情 你用什麼心境去對待她 OK 你要讓自己 所以同樣的事情 你可以決定要讓自己開心 或 讓自己不開心 對吧 好 就像 前面我講的那個例子 也一樣 通常的一個事情 其實你可以轉換不同的想法 你就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 你們日常生活裡頭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例子呢 有時候會啊 而且通常是 自己發生的時候 就會想得比較不好 然後 有時候 就是可能 朋友的建議 或是自己當作 旁觀的人 反而就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你要不要舉個例子 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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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雨對你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壞事啊 因為我不想出門 壞事 因為 因為怕淋雨所以你就不想出門 對 OK 演員對妳來說呢 壞事 為什麼 嗯 我覺得會臨時然後很不方便 OK 妳覺得會臨時會很不方便 看起來我是一個怪怪人 哈哈哈哈 碰到下雨我還蠻開心的 就 出去 涼快涼快 就是說在 因為 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已經 這麼多年 好像都把自己保護得很好 但是遇到下雨 如果不是有太大颱風天的危險的話 我有時候還會蠻開心的 撐個傘 出去 淋淋雨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涼快很舒服的經驗 好 所以 我 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 那怎麼樣讓自己 可以維持在一個 開心的正向的 或者比較平靜的一個狀態 其實 決定權在誰 自己 你覺得在自己嗎 當然是在你自己 當然是在你自己